不過因為AR有蠻多問題 就實際上在商業化有蠻多問題 所以我們在用VR的方向在走 所以待會兒我們會demo我們一些新的裁品 我們其實不大知道它的應用可以怎麼樣再往下發展 所以想再多聽你們這些 比較接觸比較多世界其他地方的一些想法 用一些建議 所以你們現在的fitting 它是用3D scan還是什麼方法的 那個人間模還是沒有 我只是出入的parameter三圍 其實我們是透過照片 然後用Dramity去參與3D的身形 那當然它有準確度的問題 所以我還是會提供它 下巴巴的尾條 不過基本上我們就是希望能生掉這個故事 所以是一張全身照片 然後背景白色或綠色這樣子 連背景都無所謂 背景都無所謂 就需要一個contour 對,contour 然後需要到身高體重 因為身高體重還是比較關鍵的數字 照片要你慢慢把它取代 就身高體重加照片 所以其實照片沒有 我們只可以生出一個人性 有照片會比較好 比較像 對,比較像 然後接下來就是透過 就是Dram 就是動畫的程序 去模擬這個故事 傳上去的節目 對 有像我們也做相關的 Terminal的產品 不管放到螢幕上或手機用 或是相同Drams 都有 那現在就是在想要看 你說新的技術是什麼 譬如說我們有把這個DramDram 做到大螢幕的製作上 我們基本上是用層內在做的 那我們現在是一樣 就用Videos的方式去擷取它的深度 一樣用Drams的方式去散發 對 那就是能降低這個硬體成本 然後它的通常是不會輸給 用Depth Sensor 那這是另外一個VR的產品 那我們VR有手機用 就是其實跟這很像 可是它是靜態 就是手機相當 可以操作這個虛擬C的節目 那如果是動態的話 我們就用到VR的後代是OK 對 那現在就是想辦法怎樣把它 變成商業化的產品 因為我們這一關其實就是 我們看 就是不大知道怎樣把它 所以你們開發的時候 我們現在有在ROM 好OK 我們開發的時候是有一個 Use case 然後跟Customer一起做 還是你們就是先做research 然後 覺得你的Videos是怎麼樣 其實我們就先從AR起 對 那在AR的階段其實我們很滿多客戶 對 那在那個過程中 我們就有發現 我們學商業化老公的問題 一個是服裝產業它水太深 它很複雜 它不同 譬如快食上 我們用小小小小小的 比較穩 那譬如建模 用這衣服這麼舒緩的話 它需要從實體 Sample的衣服 平面 把它用軟體去把它算成3D 那這也是我們的技術 可是這個技術 有些成本問題 它需要扮演工具 矯正說 這樣做對不對 所以其實它沒有辦法 自動完全自動化 那 這個就變成上面化的量 要幹嘛展開 因為 如果我都是從實體衣服開始 我家已經開始這樣來了 所以我才 同一天我才拿到衣服 把它做成速度化 那 我才把這東西 導入到我們設備 給店家用 這一定有時間 能夠長 但是衣服的 周期其實非常 走得非常快 那如果 它不像同學說 那幾天的體內 它就會覺得 這個東西 跟不上他們的速度 所以其實建模 會是我們現在 滿大的 那 那這部分 其實我們跟一些客戶討論 在中國的話 他們現在在組織數位設計 對啊 就跟DDR在DDR 對 對 如果那一塊 對 如果在DDR 就直接數位大半 對 就沒有我講的問題 而且在世界其他地方 都還是很常玩 就是 反思 反思在 會 那那個 我們就能辦法 把客戶做的問題 所以我們的產品 跟商業化 一直遇到這個門檻 那 第二個門檻 當然也是 營運的方式 就是 應該說 服裝產業營運的方式 因為 品牌 跟通路商界 是兩個不搭角色 就是 他們就設計一個人 通路是負責 把客戶吸引過來 那我們 那我們的 窗戶 我們客戶 其實就有演會 我們到底需要 成這個品牌 然後發生對流通業者 所以其實我們一開始 前幾年 我們客戶都是流通業者 那他們把我們的產品 當作行銷工具 所以吸引客人進來 可是我們沒辦法 對這道品牌 因為大家知道 這樣的產品 所以品牌 帶來什麼樣的價值 我們沒辦法知道 就過了一 終於可理產 那現在我們 想辦法接觸品牌 對 在這中間 就像我們剛講 我們很多 商人生產的水上 用品牌 就是他們的地獄上 不同部門間的一些 想法 不大一樣 那 或者是像我們現在希望 推到法國的定制服 因為定制服 可是每個人都能穿 透過VR 其實我們說 你可以接點 可是在VR 在法國的定制服 很快 就是一個 客戶體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刺激 是呀 那是所謂的高等 高等文化 對 所以 我們都不配合 那種國光產業 非常有的 複雜的問題 就是 不大知道成長的角度洩入 那你不大知道 怎樣才真正變成 適合選擇 所以我們現在的題目 在我們的基礎上 沒有辦法變成的 解決方案 那這個問題 困擾我們非常久 困擾我們大概一年多年 對 所以我們才想說 這個設計會 凡事能相當 所以你們從一件衣服 給你們 你們要做節目 大概要多久 其實如果單件 做得很快 大概只要三個凡事 那就是 是電影照片 還是 沒有 我們會平拍的照片 然後平拍照片 我們會透過我們的 去把它展成3D 那展3D之外 我們還要再把那照片 RHB貼到上面 這部分就需要人工 因為有些衣服還不是真的 像這把線要不要對這把線 不是說的算 可能要跟去真的衣服 我們要去看 因為它不是會一起 對 所以我們會需要半能工 就在這部分 那五分鐘就要送 對 如果是一件的話 像我們現在說P45 不管多上機 大概兩百個時間 兩百幾塊 或者是五百坊 大概都會為十百 五個工作 天上七個工作 都要幫它完成 可是時間對平台來講 都會看久 可是如果你一件 的服裝的話 而且你是拿RGP資訊 不是需要特別的 對 那你為什麼是 請他們 對 因為就是他們的 原本的營運方式 就是服裝生產 其實從工廠 帶工廠 直接送到門市端 對 所以門市端其實是 就貴景 收貨獎金 他們只能訂貨 對 他們不會再賣設備 對 所以其實沒有這個房間 沒有出貨的時候 他封裝進那個之前 先來找 所以這就是問題 因為帶工廠直接出貨 對 現在跟我們合作的客戶 都是比較大的客戶 就變成工廠會先到總部 總部會開設 對 只有這樣的合作 才會 才比較穩 可是其實滿多 服裝產品都這樣做 對 所以 會變成我們的客戶 是賣 賣固定 或是比較大型的客戶 才有可能 導入我們的東西 如果沒有 就是學生經驗的人 就是 學這五分鐘的流程 大概要培養流程 那還蠻壞的 不用 應該不用 教育一次 什麼樣的想法 這樣 所以事實上 也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 你變成 讓Android 自己開自己建 對 因為大家都不喜歡 所以我意思是說 你把它甚至當作 娛樂軟體 也是一個可能性 就是說 我在家裡 自己合成 自己打Code 四個點像 之前Steam上面有一款 很紅的嘛 就像Skype的時候 可以看到一隻萬選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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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 或者iPhone裡面的 那個animoji這些 他們都是靠 Consumer當建模的 建模者 這樣 但這樣的問題 當然就是說 這跟服裝產業 其實不太一樣 除非剛好有那種 建衣服 然後你是租來穿一陣子 然後每個月定 好像現在也有一些 每個月定月 衣服 然後你這個月可以穿個 三三四次什麼 但它會突然reuse 對 那這個時候你讓第一個 傳染人機的模式 像是會外的 對 對 但台灣好像還比較沒有 有規模做這個 就去跟國外的模式 對 我們會畫有點像我們講這樣 可是它是B2C 如果走到B2C 的確可以用 User General Content的方式 去run sale business 對 不過它 因為B2C 對我們來講 它的 第一個是風險 就是這個市場 要成型 可能貴重要夠大 然後可能 我們的資源要投入更多 那可能最後就是一個風險 那 所以我們那時候 原本公司的規劃就是 從B2B 開始 慢慢走到B2C 對 因為我們才比較知道 佛裝產業的 想法就是 對 那 就是沒想到在B2B 的這一階段 就是 Content 這些能感產 那 我們現在的確有在規劃一些B2C 可是就不會讓 還是不會讓User自己去 建議 因為那個 我覺得它的時間 畢竟還是有 我們還是希望 使用者很簡單的 跟他拍幾張照片 用他等的時間 讓我們專業人員來做 可能還會比較適應 因為衣服做得好看 不好看 還蠻重要的 如果我們來做 可能B2C 非常的好 不知道 我們不敢吃 對不對 他自行做的品質 都要回答自己的問題 那要是真的不滿意 就來找你們 專業的 這我們可以再想一下 那我們現在規劃B2C 比較像設計師導向 是 因為設計師的服裝 有些獨特性 所以我們會把它規劃成 就是 Designer特別為我們一個消費者 來作物 他可能上了他照片 他可以透過設計師的推薦 然後用虛擬實驗的工具 把它合成上去 讓他穿得及裹去 那這個流程因為比較客氣化 所以我們會覺得使用者 願意多花一點成本 多花一點時間 來得到這樣的寄付 對 這是我們在規劃B2C的方案 是往這個方向的手 對 不過在這一過程上 當然需要滿多設計師配合 因為如果只有一個設計師 就是可能消費者 不會滿單的 可能要內建的很多設計師的風格 然後設計師可能都要願意配合 用到我們這樣的產品 我們就要有一個後台給他們操作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滿需要 投入的一個平台 那現在我們會不會很辦法做到這個產品 我說實話 就是我們現在一直被局限在 鎖定的遺照裡 就陷入的 然後沒辦法跨到第一次 你們現在是不是在淘汰 有一點在別的地方 有一點發佈的更新嗎 對啊 不過我們客戶主要是在中國 方面或是商戶 對 我們可以商戶 是各種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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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們建模的時候 材質是不考閱 還是才是有考閱進去 有考閱進去 才是有考閱進去 不過不能太誇張 就是如果這樣 我們之前有做一個設計之一 它的材質是非常特別 是要跳起來 動起來 我們才看到它的順 那那種衣服其實我們做不到 對 如果實裝備就可以 像我們現在在場做的衣服 基本上對我們來講是要平安 我們就有辦法展成3D 怎麼其實又不能立體 就是衣服立體的話 就非常手工的 它的堅持時間 也會有一大堆玻璃珠子 對 所以待會我們DEMO 是一個CHONEL的衣服 是我們那時候做給 法國的單位的DEMO 那裡面的衣服 就是CHONEL的定制服 它一朵黃一朵黃 然後我們要派多多 多立體的 那那個就是我們可以幫我們 大概花一天多 將近兩天才把它做完 多立體的衣服 我們現在你們 我們剛剛都在穿場 對啊 坐在這邊 來 我們再等一張 如果我們寫到 你現在怎麼固定 你的軟體 你的軟體 當然 大家會介紹 不過大陸上就是我們 建的一個虛擬的世界 裡面可以體驗各式各樣的 重點就是我剛才那些CHONEL的地址 那 我同時 我覺得它會介紹一下 我們已經在待 對 所以 現在要來站到 你這個要不要拿上來啊 沒關係 我們空攝影機 你不是這邊要拍 空攝影機過來 OK OK 放了就好 放了就好 看得很清楚 看得很清楚 一人家兩人跟馬巴巴基斯 放了就好 放了就好 那兩人看得很清楚 對它這樣包覆 沒錯 好 這邊就是我們打造的一個 就是 虛擬的購物體驗 那 裡面其實有 裡面這件衣服 其實都是 就是 各大品牌 真實存在的衣服 那 就是在交友 我們進來的模型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 可以看它的 我們也有做配件 就是這樣 帽子 然後上身 下半身 可以看它一整套 那 在這個 在這一個 在這個demo room裡面 其實我們可以去 看到它的衣服的 各個房下的細節 對 對 對 它有各種配件 就是在這邊 然後 有男裝 女裝 其實我們都有 都有 建立出來 對 然後 一輪在哪裡 你要 你要幫你做 就是 這個 休息一下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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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另外 你說沒電嗎 你說沒電嗎 你怎麼知道它沒電嗎 你想要做一些動作的事情 對 它其實是 對 這不知道我們可以用 這個模擬 對於服裝的版型 這個模擬 因為其實 設計師的服裝 對重要的是 版 它不會像 看起來連接都是襯衫 它就是有很多版型 那這個怎麼 如果是 設計師呢 比較特殊的話 就是真的要 它給我們配 就是 就是真的打版本給我 如果他要講究到那種模擬的話 如果是直接把板件寫 對 你現在有 因為他只用上 就 就剛才講到 特殊的板件 你能夠收到 對 如果我們其實第一代的時候 是掃描建模 那時候其實 在Connect還沒出來的時候 就已經可以做掃描建模 那掃描建模它 有些問題是 衣服它的姿勢 如果固定 你那個設計師 可能 怎麼講 就是 除非設計師的衣服 都是很中規中規 我這個姿勢就能 呈現它所有的細菌 因為這個 第一個是有版型的問題 另外有服裝的 這個布料本身的厚度和活度 還有墜度 對 它都會對這個性產生很大的影響 對 就是你一定可以做襯衫 一定可以做T-shirt 對 那種類似的布料 非常容易模擬 但是如果你剛才講到 原創設計師的話 他的東西最在乎的就是 布料的垂垂感 布料的厚度 硬體度 造成的整整個C-L-E 那你就會 很不打很不打 對 沒錯 設計師真的很不理 但做成衣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可謂的成衣 就是它的Holo衫 襯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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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衣 軟體 這種T-shirt的話 它的版型很單純 就可以 對 我們今天必須也這樣 對 換到設計師服飾 他要求的就是 布料的垂垂感 跟版型的時候 對 這是一個我們看技術 我們現在材質 其實變成七種類型 嚴格獎是五大類 就是 麻眠 紗 毛 還是 就是 學紡紗 當然 它可以投射五個 那我們可以農民出 這五種不一樣的布料產生 對 這其實很主要 可是厚度 的確是 因為厚度 它的物理的性質會不一樣 其實 技術上 就可以抽到 可是它非常對光 因為每一種布料 它的 硬體度 還有純粹度 其實就是設計師把它 在人材上 投Sense最大的 對 就在玩這個 就在抵這個 對 就在抵這個 對 就在抵這個 對 好 我們來看 這個 我覺得你繼續 繼續 對 我們這個就可以 經歷一點 然後從 這個方向 就是 欣賞 這個衣服的 那剛剛也講到 比較特別的 這個 純粹 大制服 這件 對 其實我們有為它 我剛剛就看了 這件是不一樣 就是那個板上面的花 它的花比較 它的花比較 你再往上面看 對 它也不出現 對 它也不出現 對 你現在看到 好 其實所謂的示範就是說 一般的先行建築之後 它可以進去 然後衣服會膨脹 對 對 其實我們 這程序 我們其實還有另外一台電腦 是專門做人體建築 我們沒有帶過來 因為兩台電腦 我們現在做法都是 你先拍上照片 上傳你的大頭照 對 那接下來就是 我們可以直接人體重建出你的人頭跟身體 對 那你可以去微調你的身體 或是相信我們做出來的維度 對 那做完以後 你選的這些衣服 就會分距離體型 就像你剛才 穿上去縮小 不過實際上 我們現在第二代的做法是 人體是先從變竹竿 竹竿去長成真實的身體 對 因為衣服如果孔上去 它有些會形變的情況 對 所以我們後來是衣服維持有本的結構 然後是人體去從竹竿 變成骨頭 然後再漏出來 那這樣才會模擬出它衣服穿的效果 那謝謝大家 所以如果穿上去真的不是這樣 就表示要謹慎 表示不是設計師理想中的身體 那這有幾個問題 一個說這都是三人稱 就是看鏡子 對 沒錯 因為我們其實有試過第一人稱的US 我們發現 很難做 就是鏡子 用鏡子的概念呈現也很奇怪 對 對 所以我們後來都在第三個層去 不過現在 因為那Sensor 離地跟 應該是用指示 高度不大 對 沒關係 大概到這樣可以感覺到 有辦法點到市場嗎 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市場 它可以看到 然後它可以點一件衣服 它要試穿 然後就可以試穿這樣 對 不過因為空間太小 因為比分商這個要三米乘三米空間 所以它後面有一個很大的 就是沒有在市場 對 不過我們想辦法點到那件衣服 因為重點其實是點到衣服之後 你會看到滴停的結果 然後還有場景可以改變 對 你現在在幹嘛 我一直看你轉來轉去 它是在讓那兩台 看到它的手 但是它是它的手 你現在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OK 然後 因為澳澳三眼 tracking 就是有這個麻煩 對對對 Tracking的理由 下一代Track 就沒有這個 你對幾個 非常非常 驚喜 它最新的東西就知道 對啊 這個就是驚喜 好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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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會是 這會是驚喜 你一定要 他看到你的手 一纏的點才能就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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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東西嗎 是的 對 對 你隔壁那個空間 實際上是鎖起來的 從這樣 很大的空間 看一下 對 對 對 這個Sensor實在很笨的 你剛有沒有 Selling down Smelling down 為什麼不能夠 你是兩個嗎 對 因為它剛才有 對 因為它剛才有 這個方向的 你那個紅線就是 這個方向的 這個方向的 紅線就是 對 對 你這個 Who uses a friendly 那個臉 那時候會有色的 你不是 好 你要點那個 對 對 好 點 你會在點嗎 我看你指到它 對 我指到它 對 它有鞋子 它下面還有鞋子 它是一整套的 一整套的 不好意思 這樣把它靠近一點 選擇不出來啊 這樣沒有辦法離開 你太靠近Sensor 太靠近Sensor 太靠近Sensor 你這樣 它要一公司 一公司 我們再退一下 還想一句 三次Sensor 三次 三次 Oculus Griff 有一個三次 三次 它就是叫 Tenami 三次隨便擺動 它兩次的時候 才有什麼問題 就 就是 下一次 OK 好 其實我們樓下有個三次 對啊 對 我們樓下有 對 我們樓下有多的三次 要哪個呢 沒有啦 我們至少剩二十分鐘 你放設定完 就沒有時間 接下來還有一位 我們不然先這樣 先這樣 先這樣 你們把它點出來 然後你們繼續 我們繼續討論 然後我們繼續討論 所以現在我們 你們的意思是說 像這個 Unity這一個 你們 沒有打算上到 一個Stole 的那個Stole 有 我們有計畫 只是 內容是大問題 對 我們現在都靠在內容 對 就是這些衣服 要從哪邊來 衣服是沒有做多權 設計性能做多權 在大部分 就使用者來講 希望 我為什麼提升 我希望買到 那變成賣 我們就變成電商平台 對 那我就要想到 現在有個衣服的 就真的可以買到這個衣服 賣給消費者 所以這已經超乎 我們原本 团體公司的 對 不一定啊 你不管在裡面 都是什麼 貼心者 沒有亂講 那都是一些Costplay的衣服 那不會 他不會 不會期待你 我們之前的選擇 不知道為什麼 你當然如果都長這樣的話 他可能就會覺得像 那 可是如果都是這種 像這種 那就是 如果都長這種 我也不覺得他會覺得像 那就是一種體驗的感覺 就是 我如果穿上這件很奇怪的衣服 會變成這樣 那這樣的體驗 比較是我穿上之後 換了背 已經貼到 那種之類的 就是 比較是 Vanity 嗯 那這樣的體驗 他的 我們 有可能你會變成什麼 就是 他 這個 Biz Model會是什麼 通常兩種 一種就是 像你說的是 By subscription 就是說 這等於對於 Freemium 就是說 我現在有一個 四萬人 那但是 我如果每個月付一定的 這個費用的話 那我就會 Access to exclusive content 那就是 exclusive content 當然你就得 把你這種 每個月付特定的錢 他就可以租衣服的那種 可以 cosplay玩家 或者是 就是 比較喜歡穿最新的衣服 但是他穿一下這些體驗 然後放回去 主要就是說 還是要 還是要reuseable content 對 對 那我會覺得說 就是所謂的 O2O的 後面的這一步是 你要有 Cremium content 的時候 再推出 但是不妨礙 你先用這種 UG skill 或者是 這種 七十百步道的 Demoman content 來當作你的 User Base 或拓獎的方法 因為這個 按照你說 把機器使用 就想要把他自己的一個建築 他不需要 什麼可以分散 所以 如果 If that's true 那這樣的話 其實對你來講 其實有存放多的那個 連運算都可以 所以要做運算 好 的假設 對 那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你沒有 你沒有cost 你cost 就一些 對 我覺得 主要還是 因為你們現在要拿出 這個設計師 叫我們這邊有一個 先提是說 有多多的 我們叫做 Kell Sumer 覺得他有一些 設計的能力 可是他還是 amature 就有點像是 當初 我盡量在幫他 比娃娃設計 這一開始的 那個時候 那他會覺得 你只要理由 因為他可以把 他的 design 推到全世界的 使用者的眼前 那他自己再去跟 就是 把比娃娃的 就是 愛好者 他們自己去推他的 這個平台 那這樣就 不用做點想 因為這是他的 展示的 秀入而已 那但是這個的請求 就是 我推到這上面 我要知道 我可以 access到多少人 對 那所以這裡的重點 就是每件衣服 看能看能看 每個社交網站 還有自己的體驗方式 甚至 因為我看已經有些人 會上載到 線上的這種 sketch file 這些東西 所以 我覺得說 你可以去 變成是說 你是一個 提供 usational original content 的一個方法 以前他要 用電源 那種想法 就很貴 但是效果很差 那你透過的地方 你可以 有效的 讓他 很快的把他的 展示 大家看 我覺得 對 對 我速賣來講 都會是一個 很好的 的東西 他可能還願意 以前 可能就是 你在 free的情況下 你只能展示一個 五件自己的創作 或兩個自己的創作 那 但是在辦一個 特別體驗 但是如果你 開始做小數學的話 就可以有 專屬頻道 什麼之類的 反正你還是不是有點想 就是 讓他很多 自行 我聽起來 如果 按照理修的建盟 的時間又短 然後 如果有多需要做 選擇的話 這對你至少沒有打開 對 所以 一直做 先讓客戶 習慣這樣的 就有證明的回事 對不對 有證明的回事 那 其他就之後再說 應該是說 你有user base 你就跟他說有user base 去錄了 那些wannabe design 那你有一些wannabe design 那你又可以回來 去跟 就是 像剛才講的 你夫妻或是 特色去 去說 你看我們這邊 有些台灣這些 他們可以變你的 那你跟這個都做了 那你現在開始有 電商科研 因為你這邊才可以 賣三十個選擇去 就是每一步都是 C跟B 就是一步一步 點上去 所以如果你不是有 一開始 你對C的 而一個w的話 就沒有人知道 說這個真的 可以省時間 還沒有testament 所以我覺得 還是先連結一些 那這個就是 推敲一下 那這個就是 雄沒有衣服 所以這裡呢 其實是我們之前 有一位服裝設計師 我們把它拍下來 然後我們 就是透過我們把 Lulatine把它建模成這個身形 那這個身形的生成 其實是很快 大概只要幾十秒 到十幾秒鐘 都能算出來 那所以這衣服 跟這個身形 是原始度 minimeter 就是公分 在模擬說 這個fitting的值 那這個是360度的 所以它其實可以 到處看這些衣服的細節 你可以看它背後是 就算沒有asset 其實這個也可以在PC上 對 上下左右還是可以看 對 對 所以 不過戴這個真的 比較amazing 就是戴這個整個場景 像這個場景也是我們 盡量去復刻 雄沒有這間 時裝週的場景 OK 這個場景是那時候 2018的春夏 發表的時候 的背景 我們把它摳下來 那這種 所以我剛剛講說 我們現在也在想要找些客戶就是 看這個東西 對它們什麼用 那有些 中國客戶看到這個 他第一次覺得是訂購會 就是服裝的訂購會 他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減少model 減少真人模特兒折秀 那唯有場景 那每個人只要花一個 同代設備就可以了 那 每人發一個 意思是說你們在 還有什麼 DF要也可以花的 還是現在一定要做成 因為我們其實只要Unity就可以了 喔 所以真的是Copo什麼 對 沒有錯 Copo當然你解析不成功 對 所以其實 這也是一個方向 不過那是比較偏中國的市場 那在OMEN上 我們就是看 現在想辦法 對接到一些高官品來看 他們這種 可不可以變成一個 怎樣的服務 可以讓我們導入到他們的體系 這我們還在思考 然後我們還在對接的時候 不過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Fitting的結果 那這個衣服上 你給我畫多立體 所以我們做這個 就很費工 就不像剛剛講的 可以很快速完成 那這個是我們搭上的Demo OK 很棒 謝謝 那今天最主要來想 就是說像你體調 因為他們也有這個產品 可是你怎麼集團出去 我剛剛講的 就是要有些惡力的導致 那我還是覺得 你從就是C段 然後從UGC做可能比較不換 而且你這樣一套衣服 它表不清晰還可以嗎 它其實上說 它沒有嚴重嘛 對 所以那是你負責起的 所以我覺得好像還好 我會覺得就是 Steam 或者 UGC store 就是Steam 上面其實蠻多 這一類的東西 那它自己會有一個 我記得什麼 Steam Workshop 之類的 就是你即使是翻身 又上去也會有很多人 就是提供你的錢 然後裡面有一些其實已經會是 Style 就是它也只是要這個基礎 那它就會直接 對 對 所以我覺得先有一個 你自己帶來的地方 然後再 變成你的使用程度 UGC 是要給你帶來的地方 所以這一步還是先 先走 就比較好 好 好 謝謝 不錯 我覺得關心是蠻大的 我們DEMO的時候 那阿里巴巴派三個團隊 輪流來 還想要看怎樣 可以Copy到他們的地方 因為我們是CS5 也沒有三個 對 對 所以那時候阿里巴巴就連續來兩天 他有給你買嗎 對不對 他不會買 而且他名目商檔 是直接跟我們講說 他們想要辦法 就call回去 喔 這樣跟你講 他沒有買你排隊 他應該是直接把我們排隊 也有一個時候 他們團隊很大 或者他也不願意投資你嗎 他願意投資你才聽說 他們買名目商檔 我想說沒關係 在體驗 共產黨嗎 OK 那我們這樣 謝謝 嗨 妳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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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裝潛伏 你好 我很快速的 有這個機會 因為我們經濟這個情況 其實是 大概去年底的時候 我過去在媒體 在電信來年代TBS十幾年的時間 我採訪過很多很多服裝設計師 其實可能我有你的答案 我想是太麻煩 但是 我開始看到一個現象 就是台灣的新創品牌大概紅不過三年 這個情形大概已經持續了十五年的運用 我們每一次採訪三年之後都不見 所以我也深深的感受到說 整個環節和制度上一定出了一些問題 而導致台灣的 台灣每年產出大概一千個左右的製裝科系的學生 從北到南由十幾個製裝科系的製裝科系學生出來 但是可能製裝品牌成功的比例從九年到現在非常非常少 可能我們看到商業成功的是1995年創的品牌 中間你都看不到第二、第三個名字 很少的每年比例 那在因為我前年的時候在寫一書關於台灣的市場產業 就看到這個問題 會覺得說這麼多年吧 這樣一直都沒有解 那就試圖說看看這件事情有沒有去研修一下 那我們就成立了這個時裝協會 因為我們看到一個問題是 台灣有一個組織叫做法國會 然後我們還是1975年就成立了 那當時這個基隆班也知道 那個時候台灣整個是買戶 所以在這個過去的四十年來 所有相關的策略全部都是由法國會 在做研究還有寫任何標單 所以他的核心思維全部都是圍繞著紡織業 因為我們知道法國會的老師會 就包括像員工、台塑 這種非常大型的上文業者 他們在講到紡織的時候是化工 因為在台灣的分類裡頭是工業局 經濟部下面的工業局裡頭的民生化工組 在管理時尚產業 基本上台灣一直去講整個部會裡頭 最近文化會在我們的推動之下 開始在提這件事情了 其實也是我們時尚協會去說 怎麼到已經2018年了 時尚產業卻堆在經濟部工業局下面的民生化工組 裡面一直牽牽牽牽的有個訪問會 有三百多人 裡面有六個人叫做時尚行銷組 就是我們的國家每年有一千個學生 但是這件事情的管理單位就是智六人 而且他是under在一個訪問會的董事會 是一群非常上流的化工業者 我在那個課堂那邊有聽過文化國際的時候 好 就跟你大概講一下說為什麼我們出來 然後我們如果有這個機會 我覺得很希望能夠協助時尚產業 將它的一些避清 好 所以我們簡單的來看一下說 這個其實是文化部的一個統計 那他把這種文創的這個也是過程的一次 也是創意形成發想 再過來就是生產製造 再來就是傳播 HOSER 避發 銘售 好 還有一些這個服務器 那過去一直沒有時裝行為 因為大家都覺得這件事情是比較透過的事 他需要時裝組織 那我們要講說這個差別是什麼 在國際像巴黎是全球時尚產業的龍頭 影響全球的時裝產業策略 他有一個時裝協會 組成就是艾瑪斯迪奧尚奈兒 是真正的時裝業者 組成一個協會 1915年 像美國或英國 是由時裝業者 而不是紡織業者 在一定時裝產業策略 因為我們的國家過去的40年 時裝產業的策略 都是交給訪作會 別說的衣裳系列會超過六成的球員 全台灣的製品 我完全的肯定 因為台灣的紡織業是非常powerful 因為每一年會產生三到四千億的對外輸出 他們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所以就是在於成衣跟紡織品外商的這關 可是台灣自己原生的品牌是沒有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過去有法國的史上政策 在研究英國之恩的大部分 都是這個 都已經有類似的這個時裝產業政策 台灣我們看到 為什麼 因為我在寫出的過程 剛好就是2011年到2015年 那這個李立馬是中國時報的一位記者 他做了一些統計 他是中國時報 所以他訪問了新光三月 還有月東百貨的總經理 他大概抓出來 所謂的國產女裝 在2011年的時候是200億 到2015年變得只有300億了 他大概是一半個下跨 那這個時間點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電商開始的 另外就是快時商 很平價格 這個我們進到台灣了 所以快速的衝擊到台灣自己的原生品牌 其實這個最明顯的兩年到 就是殘源 本來有500億的規模 這只是百貨 如果在我們這邊點了 是1000億 他頓時尾做到只剩下600億 服裝公司的品牌 在過去的五年收掉了30% 因為他的規模縮小了 所以請人也不請 全部都裁掉了 那這些畢業的學生 他也沒有辦法 全部都移到中國去 那我們就看到好可惜 台灣好像有軟實力 可是我們留不住人才 因為我們沒有品牌 沒有品牌 人就會到端去找工作 然後自己的品牌 在這邊也很難 establish 其實人才 我們有很好的人就會被吸收 沒有品牌最後 當然就會跟人自己打工 那我們當然出來 就很希望推廣就是說 研究怎麼樣 齒疊回生時裝產業的產值 那這個也是 我們跟文化部approach的時候 跟他們講的這一套 希望能夠從文化部下手 來獲得一些 爭取一些支持 因為經濟部其實就是 過去的40年來的出場單位 那我們看到幾個問題 是時裝產業定位不明 分散 然後另外是 很多信任設計師在國外得獎 可是對於通路之間的連結 能夠賺到錢 讓自己活下來的這一套 是沒有任何的配套 那首先我們就要講說 要離親這個問題 就是過去我們台灣 覺得時尚就是保值 可是事實上 如果我們看到國際的制度的話 Fashion Industry 跟Textile Industry 是兩件事情 Textile是賣物給品牌 它是B2B的模式 它把物料賣給品牌 譬如說它把物料賣給 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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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ANCE 讓它去生產衣服 可是所謂的時尚產業 是賣衣服給消費者 它是B2C 所以基本上它的產業模式是不一樣的 那過去我們台灣的四年 一直以來都是覺得 紡織就是時尚 這一件事情 時尚產業就交給紡織業 那因為我覺得這個事情 要從很高層溝通 譬如說我們意識到 連行政院長他都不清楚 因為我們現在推動時尚計劃 連行政院長覺得這些事情 我們可以開那個紡織業運作 我們聽到說是時尚計劃 那這個紡織業 那是不是可以走網托會的管道 讓網托會那邊去執行 如果是時尚計劃 再交給紡織業 那我們再推審 我們就反推了 我們就是想要 釐清所謂的Fashion Industry Taxile Industry 在國外是Taxile Association 或是Fashion Association 這個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感覺到 連行政院長都認為這是一件事 只要提到時尚 所以我們就會推動非常的困難 因為如果說自己的關係 沒有關係 當然這其中還有分到 誠意時尚和時尚 那這個詹先生 劉佳梅雄 他寫了一個文章 非常的清楚 我覺得他寫得很好 就是誠意我們指的事情 是那種譬如說我們去大陸發 那一兩百塊 就是快速mess market 時尚 就像香賴兒他說 時尚的本質是超越自己 誠意叫做童葉沙露 偏移 時尚可以查得到 真的有講過這個話 真的可以查得到 然後他是一個時尚的驅動者 當然這個是一個 其實是家瑋雄先生引過來的 所以我們認為他應該是有查過的 好 那時裝是建於兩個中間 他有流行 但是他也不是說這麼的 他應該是一個 聊不可及 聊不可拍 那這個是英國的時尚協會 委託牛津學院所定義出來的 Fashion Industry 我們看到所謂中心 叫做鞋子 男裝 女裝 小朋友的衣服 還有包括cosmetic 鞋子 帶高鞋 就是好像一個人拿在手上 跟你的身體會接觸的 他們定義為叫做Fashion Industry 他的定義很清楚 你看 他的左下角 他叫共融圈 但是industry在中間 左下角叫做製造 他跟誰有關呢 他跟製造業有關 製造業就分成taxile 布料 和製造業 再過來呢 是他跟公務業好有關係 一個是wholesale P-bar 還有retail 流售 再過來 其他跟時尚產業有關的 包括創業產業 媒體 P-bar 還有education 我們看到過去三四十年來的策略 台灣一直把左下角和dash的這一塊 平方資源 所以我們現在左下角 基本把已經長到三四千里 真的有影響力 可是我們看到投放在左下角的資源 不會讓中間搶起來 我們台灣的品牌都沒有起來 所以就是我們看到這邊長大了 其實中間不會長大 可是英國的這個原型圖的定義是說 如果把資源投放到中間的 fashion Industry的話 全部會共融 因為當品牌業做大的時候 他一定要製造 一定要布料 他一定要人才 他也一定要透露 整個產業會均不共融 那因為過去都是投放在左下角 我們現在就很希望能夠推動移青 因為如果把整個策略委託給左下角來規劃的話 其實他想的方法就是如何賣更多的度 其實他已經很大了 我們只是說希望從中爭取到一些些的資源 能夠是放在中間我們定義內裡面的 我們這邊在推動中央 我們是公共的事情是 希望能夠把台灣原生品牌的產值重視 不要再繼續下跌 我們剛剛知道下跌了250 然後另外是怎麼樣協助台灣自己的新創品牌 有資金的投入 因為台灣對新創其實相當的保守 所以這些新創品牌一起來 然後這從中間就是產值強化 我們分成幾個面向 譬如說新創品牌 他的過濾模式是設計服務 他幫品牌工作或幫歌曲 或幫造型 幫唱片設計 再過來已經成立品牌的人 他希望他的服裝能夠被採購 被買手採購 右下角是他的品牌規模已經度年 可能超過三千萬了 他就希望別人能夠帶給他的品牌 過散到別的通路去 基本上穩定型品牌台灣沒有 穩定型品牌像香奈兒或者是LV 他們不要任何帶領 全球都是池米 我們台灣有這類 台灣有一些品牌 他們很希望爭取在亞洲 帶有人來帶領他 然後用什麼樣子來 那我們希望訴求的事情是 協助時尚產業的不同的stage 產業上讓他們跑下來 他的產生比較強化 那這點到就是我們看到 過去從2006年來 做過很多叫做時尚計劃 但是時尚計劃 還有推動單位跟主辦單位 其實你看到 都是保持人的內景 就是在布料和製造 跟這一塊他們在執行時尚計劃 所以其實推貨很多 但是大概都 時尚產業都沒有好 時尚品牌都沒有請來請 你們多很多機能性的布料可以嗎 這個我們很認同 台灣的機能性的布料是非常強的 然後確實也很實際的賺到了很多錢 對 我們現在很希望說 能夠實際上真正的Fashion Industry 也受到一點關懼 我們要把品牌做起來 那他們已經很大了 完全同樣 那現在有一些 這個部會在做相關的事情 我們在盤點說 全責怎麼樣把它釐清 然後另外的事情是 我們看到現在 特別是很多 所謂的時尚品牌 他們面臨的經驗是多型 因為你進到一個Sharkable裡頭 左邊右邊可能都是國外的品牌 所以當它面對消費者的時候 是一個國際的競爭 它不會是一個很封閉Loco的市場 因為你去星光三月 你就是面臨到 所以如何讓國內自己的時尚品牌 它裡面的思維 還有它的螺絲 漸漸的國際化 然後我們有提出 這個Station F在法國 我們現在很知道 它現在在LPM中的Loreal 在所上的星光基金 是不是有辦法 能夠協助星光產業 跟這個基金對接 你們這邊的那個展示型工作 就在哪裡 展示型 我們協會現在在華國 有一個台北時尚心創中心 這是台北市政府支持的 那我們很希望先鄰居到台灣的新創 所以是跟產大系統 我們是台北市的產大 對 產大系統 產大系統 然後也許試試看 像我們這樣的孵化器 能夠再對接到國外 這樣子的話就會連在一起 你確實是台北市在支持 現在是台北市 對 文化部也是有慢慢在動起來 那我們也看到 關於其實台灣有好多老米牌 大概在過去的五年收掉了一半 因為他們看不到未來該怎麼發展 大家都覺得老品牌就老了 你就收掉就好啦 可是其實不是這樣 我們看到法國 所謂的老品牌 在台灣會不會覺得 它老公主 因為它不斷在翻新 好 那這也是台灣很重要的文化資產 這些是你們覺得 必須要關注的很好 那這個就是剛級 我們有H-狀況的年輕 剛剛開始在英國 是4月份 才剛開始對東的 然後我們另外一塊重的事情 是跟影視產業的整合 那我們會把很多 新的設計師的content 一放在這個地方 對 然後讓 就在很鏡頭 在這裡 對 然後 在文化部裡面 但是 但是 文化部裡面之後會 也會有這個 對 我們也跟文化部有過去的 我知道 我知道 然後怎麼樣 也會有 你是不是可以合作 是 然後 就是希望說 跟影視音 他們有這麼多的電影 偶像劇 三經 來跟台灣的原創品 來做一些美的 那這個實驗 我們一開始 今天在華為 它在空中這邊 會叫C-Lab 就是那是F2Lab 對 那這邊會有一個C-Lab 那C-Lab現在正在身前 就是Creators 那裡面有一個部分 就是影音部分 所以 在裡面可以 對 你如果找 當代文化學院場 C-Lab的話 它是五個之一 那我們當然是社會創建 我們算是先開了 但是先是五個之一 對 之後會有另外四個 謝謝 它的影音是 主要是拍電影的 還是什麼 都可以 只要是任何 任何media相關的 因為我 我知道你們這邊 不是有一天有成功的嗎 對 那我昨天聚盤 聽說要相當嗎 沒有 那個是 好像原住民族 他們有些族語的什麼 對 但之後如果隔壁有空間的話 也許就去隔壁 這個還在床上 他們好像是說 沒有拿到床上 還怎樣 那些不停都要用走 對 但是之後 旁邊應該會很大 我也是 對 北科大也有他自己 對 不過其實我是建議 如果說你們要繼續 我們今天有什麼 我覺得這個 政府應該有 investment 不能說找什麼 神通啊 包含是神通的嘛 那些都要拿走 對不對 我覺得這種 investment是應該的 而且我最近 剛剛有一個局的 他們就是要用這個場地 一個月 他們要再文化 要拍一個 可玩電影 非常好看文具 其實我覺得 台灣好像 剛剛兩個年輕人 這個地方 我今天請他們 就是給你了解一下 現在我們要錄信下去 對 而且你知道 因你的高度 我覺得你可以幫忙 做這些事情 因為你接觸的人物啊 你今天講話 是蠻有份量 雖然你很年輕 我覺得可以怎麼樣 幫他們 可以嗎 就是當人家在做的時候 你這個 剛剛開始 都是要資金的注入啊 你可以幫他們 這個可以嗎 像她 她已經很努力了 因為她是 她的 我是跟她看了一個歷史 後來就是什麼 她看了是 徐曉波的學生髮子 然後她看了什麼歷史 很棒的一個歷史 那我就知道她 我說 唉 你在這麼好辛苦 在做這個東西啊 那我說 欸 可不可以 我就不想 我來幫她 那我也沒什麼力量啊 我才為台灣幾年而已啊 我就想到 對 所以我覺得說 今天我們來就希望說 今天你知道 他一定在做什麼 那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也請你來幫忙 這個 資金 資金 你哪看那麼快啊 你去看那麼快啊 你剛剛進來 我看你真的不發現 床蟹人蠻多的 哈哈哈哈 這個就是要有好萊塢的元素 好萊塢什麼元素 要有violence 要有love sex 不想到什麼叫sex 對不對 然後呢 而且這個是保障 還要輸保 這個是有好萊塢的元素在裡面 對 那其實我為什麼要做這個 我知道時間很快 為什麼要做這個 我這個就是真的希望 拍一部賺錢的電影 因為我覺得台灣的電影產業很慘 因為我最近見好多好多人 他們都沒有電影到 他們說我們不要拍電影 我說你為什麼不拍那麼老的電影 我們是問的 他說現在沒有市場 那個電影賣不出去 但我們誰要做的 沒有人是要投資那個虧本的生意 所以其實我真的希望台灣能夠拍幾部 這個電影 我們的設局不是給台灣人看 我們的設局給全世界的人看 其實我寫了好多劇本 因為好萊塢不管是怎樣 全世界那麼晚兩百年還是這個不倒了 而且越來越衝得厲害 所以我的劇本裡面 我一定有一個什麼元素 有一個老美的元素在裡面 不管他是學生 不管他是醫師 不管他是人 一定有一個 因為人啊 判定路上 欸 跟他判定地發明了 我覺得其實台灣的 寫劇本的人也小孩子 都太年輕 有幾個很棒的 那都是蠻老的 可是他們的寫的東西 是以中國的元素為主 因為他們沒有到國外出 所以他們看過很多東西 那所以你看我寫了幾個劇本 我全部都有把美國的元素放在元素放裡面 然後我這個劇本是日本 因為日本在台灣50年 他們那個是祖兒 對啊 然後還有布農族 那這個劇本 我剛剛說他們就跟他講了一下 我說如果變成電影會不會去看 他們就說會去看 因為這個電影就是會吸引人 他會比較廣 年紀大了 年紀精彩 而且是15號 而且是300噸的黃金 在那個中央300 在關山的地方 那我也做了一些research 布農族他是住在2500以上的地方 所以布農族原來是阿美洲 人家說為什麼不用阿美洲 我說阿美洲都在住在平地 或是住在高山 真的是對高山布農族 而且我還看了那個 克格塞巴萊的一些助角 其實裡面很多東西 我們可以像服裝什麼的 我們都可以借過來 那其實拍這個電影 我們找好來的團隊來拍 因為我覺得今天你要進入全世界的 你就找一個最好的條件來幫你拍 那拍一個賺錢的電影 讓人家也知道 我們台灣電影是給你賺錢的 這是我真的 我寫了好多劇本 這個劇本不是唯一有信心的我賺錢的 因為這個劇本裡面的元素 是日本人在裡面 台灣人在裡面 美國人在裡面 還去到菲律賓去 因為還要找一個失蹤的人嘛 對不對? 而且可以把愛放在裡面 一個男女之間的愛 這麼多年他到美國成功 而且不知道他成功 他是做文章產業 他是做餐桌、花、布、廚房的一些東西 他的很多儲存 也是用我們部門主的東西來放上去 所以我基本上 我希望拍這個電影能夠無形中 放台灣的東西進出去了 那我今天來請你就是 你可以留著這個 我印了好多分析 而且我這個已經在好萊塢註冊 這個劇本已經註冊 所以人家 你可以給人家 人家偷我頭可以去告他 那基本上 我是希望能夠找到資金來買 因為你有找布隆族人看過嗎? 有 我為什麼會找布隆族? 因為其中裡面 我有個朋友就是布隆族 我所以沒有找別的主人 就是因為他是布隆族人 因為我們原本住民轉型前衣之後 這個自由文化成群 這個是非常重要 是 他在 他們部落同意的話 是 不是 部落也不同意 我沒有出外部落 他是從台東來的 了解 他是現在駐台的 他有看過 所以我是因為他 所以我就可以 那我再細看 然後如果有人有類似的興趣 再請來個影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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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照顧的座 好 好 謝謝 謝謝